歡迎來到華視最國際的節目現場 烏鱷戰爭持續進行 那麼影響是方方面面的 除了國家安全之外 我們今天要從一個民生的經濟的角度 來探討它的影響面 那包括大家最關心的油價 金價 糧食 價錢 通膨等等 那麼這個影響 其實是非常深遠 而且全面性的 還有事實上就是 可能影響到一些 我們沒有想到就是一些 比較這個相對來講 比較貧窮的國家 其實這次也深受其害 這到底又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在節目現場很高興 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邱駿龍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老師你好 麗玲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油價 因為每個人加油 或許也蠻有感的 我們就為您整理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各家 這個預測有這個 未來這個2022年的年底 有這個破百的 破130的 破150的 那麼包括這個美國銀行 還預估說一桶會不會破200塊 那我們也看到整個油價的趨勢 在二月二十四號入侵之後 就飆漲了一次 那另外因為實施 對俄羅斯的一些制裁 俄國的主要銀行 被踢出SWIFT之後 三月我們可以看到 又上去了一波 所以想請教老師 就是現在就是還在 這個一百塊這邊盤整 您覺得有可能像美國銀行 或是一些其他家銀行 所預估的將來可能會破到 一桶兩百塊嗎 我想這個可能性 其實非常非常低 那時候開始在破一百塊 美金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早就說了 就是說 包含美國在內 不會放任油價高漲到這個程度 那他最後的手段 至少會逼這個OPEC 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 這些國家會增產 那所以其實這個油價 上一次破一百之後 剛好讓全世界有一個 這個喘息調整的空間 我們看到果然 美國總統拜登 就打電話給沙烏地阿拉伯 那當然一開始 這個阿拉伯不接電話 那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我是沙烏地阿拉伯 我也不接電話 油價漲一天 我賺一天 我能拖三天拖五天 我拖著 當然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講 都是好事 但是這個趨勢 我們也看到了 美國 他這個表徵 就是美國絕對不可能放任 油價無限值的飆漲上去 所以你看到 飆超過一百塊 美金 美國就出來干預了 那包含呼籲大家增產 包含美國自己的業員 所以經過美國這樣的一次 這個動作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你可以想像油價現在一百 你到一百二一百三以後 大家不會坐視不管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就是因為我們談到油 我們就會想說 這個油管 萬一這個戰爭的時候被波及 那該怎麼辦 其實當然了 這裡面其實盤根錯節 有很多的油管 那我們為您所整理的 只是一些主要管線 你看到從俄羅斯 其實他有油管 是通往烏克蘭 然後再到波蘭 終點有到德國這邊 那另外一條是通過 俄羅斯的這個好罵 幾百俄羅斯這邊 到了波蘭 而且這些主要的油管 也很諷刺 他這個通過烏克蘭 原本叫友誼 友誼書油管 所以有人就說 這個是友誼書油管 已經變質了嗎 那當然如果受到 戰事影響 不小心這個波及到 這個石油的管線 當然就是事情很大 可是邱老師提起 我們一件事情 其實還有一個 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 就是除了油價之外 其實因為這場戰爭 可能很受到波及的 還有包括糧食 以及呢 就是有關於相關的一些 受衝擊的民生命 我們就請老師 來跟我們談談 好 其實油價 大家可以發現 在大家討論裡面 可能是相對來講 沒有那麼可怕的 那雖然他的影響 其實也很大 所以我們看這個油管 他通往這個 一方面通往波蘭 其實還有一條往南的 那往南就到這個 東南歐這些國家 包含斯洛伐克 那包含意大利 其實南邊的這個國家 過去都還蠻依賴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油 但是油還不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最關心的問題 其實是天然氣的問題 那我們如果這兩個比較一下 大概可以這麼說 就油的這個替代來源 相對是多的 包含這個歐洲 自己都有北海的油 那再加上中東的油 所以油的影響看起來比較小 那天然氣 也不是沒有替代 也有 但是成本就高很多 現在我們今天看到新聞 德國現在到卡達去 談什麼 談這個天然氣 談油 為什麼 他必須要開始找替代能源 畢竟你依賴敵人的這個能源 長期來講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他為了 這個長期的能源穩定 那他當然就必須要付出 多一點的代價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 我們下一個就會談到了 他對物價就有影響 光是沒有打仗的時候 這個去年的兩時 就上漲了好幾層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那一打仗下去還得了 那所以這個供給面的問題 是物價上升的一個很重要 因為烏克蘭跟俄羅斯 都是糧食大國 對外輸出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談到一個重點 就是糧食了 現在這一次可能 這個天然氣和石油 影響的是歐洲國家 我們如果講的不好聽一點 他影響的是歐洲國家的生活 好不好 這個過得舒不舒服 但是糧食就不是了 糧食他影響的是全世界 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窮國 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的估計 比如說這個全球展望中心 估說這個烏俄戰再打下去的話 大概全世界有四千萬人 會陷入這個極度貧窮 那四千萬人在哪裡呢 你可以想像 大概就是過去對俄羅斯 對烏克蘭出口的小麥 最依賴的這些國家 包含了孟加拉 包含了印尼 包含了這些 我們傳統認為相對比較貧窮的國家 他現在是糧食出問題 他跟歐洲不一樣 歐洲是過得好不好的問題 這些國家是活得活不活得下去的問題 您覺得這個通膨 全世界的通膨 全世界的物價 這個目前的趨勢 還是會繼續的漲下去 短期間是非常難消除的 那再加上戰爭的因素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物價維持在一個可控的這個程度 大概是可以的 不會再像過去這樣 無限制的飆高 包括美國都是四十年來的這個CPI 四十年來最高的成長率 不至於發生這種情況 但是整個物價要這個穩定下來 其實很難 我們只能說漲幅會趨緩 這物價上升的漲幅會 但還是會漲 對 沒錯 那另外大家可能還很關心 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這個一般 每次有波動的時候 大家都買黃金保值 是 那老師怎麼樣看 就是說目前金價 這個金子的這個金價漲幅的趨勢 黃金是有趣的商品 在過去我們都知道這個物價一定跟金價成正比 為什麼呢 物價上漲的時候 錢過多的時候 大家怕物價上漲 就會買黃金保值 但是過去這兩年來 我們看到黃金的這個漲勢 沒有過去我們看到的那麼明顯 為什麼 因為現在替代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看到這個過多的貨幣 除了流向黃金之外 也流向傳統的房地產市場 也流向現在非常多的加密貨幣 大家比特幣漲成這個樣子 那現在還有一個新的東西叫NFT 如果從比較來講 黃金如果要講會漲的話 它最可能漲的時間 應該是在過去兩年 特別是在過去一年 這個大家明顯的感受物價上升以後 但是如果在過去這一年 黃金都沒有漲得那麼兇的話 當現在這個各國的央行 從聯準會開始去控制這個貨幣的數量以後 那這個黃金的這個漲勢就會受到壓抑 所以黃金大概在未來這一段時間 大概波動不會太明顯 是 好 那我們另外為您整理了 因為就是說 我們看到最近剛剛有提到 有這個天然氣的 糧食的 通膨的漲價 那我們也為您整理的就是說 剛剛我們一開始提到這個油價過去的 幾次的這個石油危機 包括我們印象深刻的有 一九七三年當時 第一次的石油危機 是這個以阿戰爭爆發的時候 那一九七九年是第二次石油危機 是這個伊朗爆發革命 當時也是從這個一桶十五塊 漲到一桶將近四十塊 然後一九九零年第三次石油危機的時候 當時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當時從二十一漲到了四十六塊 那這次也是已經這個起起伏伏的 在一百塊上下來盤旋 老師您怎麼樣看 就是過去這幾次的石油危機 它的影響比較深遠的部分在哪裡 讓我們有點心理準備 好 其實現在跟過去最大的不同 是大家看到這個最嚴重的 就是前兩次石油危機 都在一九七零年代 那個時代是幾乎所有的生產活動 都非常依賴石油 生產和運輸 所以只要油價一高漲 馬上全世界的生產成本 就急速的高漲 所以它帶動的這個全世界 這個物價上漲的情況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所以大家只要在經濟學教科書上 講到物價上漲 一定是這兩次最嚴重的這個事情 那到了這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 大家其實就比較適應了 那現在我們看油價一同這個一百塊美金 大家不要忘了 在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那時候油價最高 曾經來到一百四十七塊美金 那時候你看都沒有列到第四次石油危機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大家已經某種程度 第一個 習慣高物價 因為那時候不只是石油 你相對來講 所有的這個農糧作物 包含這個大宗商品 都漲得非常的高 所以油價其實沒有那麼凸顯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現在這個時代 大家對石油的依賴 沒有像以前那麼高了 現在是電動車是趨勢 是是是是 生產活動其實很多 譬如說你智慧化了以後 其實都不太需要依賴這個石油 所以現在石油高漲的衝擊 遠比以前小得多 大家可以想想看 08年到一百四十七塊美金 都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還是安然度過了 所以現在一百塊美金 其實縮穿了大家 對於這個心理的壓力 比起前兩次或前三次的這個石油危機來 其實是小得非常非常多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中央大學 經濟系教授邱俊仁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為我們從經濟面來看 這個烏厄影響的經濟層面 跟生活面 那其實很令人擔心的就是說 除了說我們關心的油價 這個天然氣之外 其實老師剛提到一個點 也很令人觸動人心 就是說其實有更多貧窮的國家 因為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 是糧食大國 其實也是受到相當大的波及 這個未來瀕臨這個貧窮 然後飢餓的這個這條 這條很令人心酸 這條貧窮線的人 可能會越來越多 這也是我們後續很值得觀察 不過就是說老師提到說 如果未來就是因為現在俄羅斯 已經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制裁 可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到四月中或許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就是接近尾聲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出現 今天非常謝謝邱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也謝謝你